你家的家居寬頻遇到上不到網或斷線的問題? CMHK準備了以下簡單的家居寬頻技術支援小貼士短片 給你一個簡易又方便的自助檢查排障方法 如果你家有使用路由器Router 你可以先看看Router的燈號有沒有正常著燈 連接的線路有沒有鬆脫 和嘗試重啟Router裝置 先試拔除路由器的電源 等幾分鐘拆試試 還是想不到網的話 路由器後面有一個reset按鈕 一直按住 等十秒左右就可以放手 路由器上面的指示燈就會全部關閉 再重新著翻起 這個時候路由器就會恢復出廠設置 如果途中你發現用的Router出現問題 例如電源燈紅不會著 建議你可以找回供應商查詢 如果檢查Router沒有問題 接下來你可以檢查一下光纖線路 如果你家裡的光纖線路 有接駁寬頻光纖數據機 可以先看看光纖數據機的燈號 是不是有正常亮起 連接的線路有沒有鬆脫 並嘗試重啟裝置 如果線路有鬆脫 可以嘗試將CAT5E線 從電腦或者Router拔出 再次插入 如果問題仍未解決 可以嘗試關閉光纖數據機的電源 等大約10秒再次啟動後測試 如果你家裡的光纖線路 沒有接駁寬頻光纖數據機 可以看下CAT5E線 連接電腦或者Router的線路有沒有鬆脫 如果線路有鬆脫 可以嘗試將CAT5E線 從電腦或者Router拔出 再次插入 如果你仍然遇到連線的問題 可以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進一步檢查 並提供以上測試結果 讓客戶服務專員更快了解你的情況 如果在連線方面沒有問題 而只是發現有時網絡速度比較慢 那就要看下情況是否出現在 行走入房、廚房、廁所等 距離Router較遠的地方 如果是的 可能是因為距離或者物件阻隔 導致Wi-Fi信號變弱 而令速度變慢 甚至出現斷線的情況 建議你試下轉用2.4GHz的路由器頻寬 或者將路由器放到較高、較近的位置 避免物件阻擋訊號 確保Wi-Fi信號發射更遠 另外你都可以檢查一下 你的電腦配置 符不符合基本配置的要求 如果你的電腦符合基本配置要求 建議你先重新啟動電腦 再到OFKA網站 進行網速測試 記錄測試速度 再聯絡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進一步檢查 並提供以上檢查結果 比客戶服務專員更快了解你的情況 在我們身邊都是最好 而且要進行網上 進行網上 進行網上 感谢观看